这一天的系纸区公所水凡角讲堂位于四楼的上课空间里是充满了浓浓的咖啡香 一开始先有老师示范手冲咖啡 从磨豆子、注水、焖蒸等步骤 只见学员们都听得好认真 而当天咖啡学姐也就是议员周牙林也全程参与 并且现场手冲咖啡和大家分享 很开心有我们公所举办的从9月13号一直到10月初 连续有10堂课的水凡角讲堂 那这过程当中有一堂课程是由我们Candy老师来讲师的这样子的咖啡课程 那对于咖啡的这样子的一个冲泡 大家也都是惊艳连连 对于咖啡的烹还有它的香气 大家都赞叹不已 虽然有很多是初学者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咖啡体验 我相信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上的咖啡课程虽然才有一堂课 不过大家也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教的就很简单 我们手冲咖啡 虽然是一堂课 但是大家也开开心心的 非常开心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原来冲一杯好咖啡 原来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觉得咖啡还不错啊 很好喝啊 然后想说来学一下 咖啡要怎么泡会更好喝这样子 我们就是冲一些绿瓜式的而已 没有到这么严谨的 这么有步骤的咖啡这样子 咖啡客信 不少喜欢喝咖啡的民众报名参加 算平常也会在家喝 但是如何自己手冲咖啡 学员们当天学得好认真也勤加练习 一个小时就练了三次 当然老师也会一对一的指导 包括注水水量药吻如何化开等等 当天也有助教协助学员手冲咖啡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着Candy老师 来工所这边教各位学生 冲出一杯好的咖啡 练习了三次 有进步吗 有啊有啊 第一次酸涩大家都喝不下去了 然后到了第三次应该是还可以 那我也一直在强调 咖啡的课程很可惜 虽然只有一堂课 但是可以的话 雅玲的服务处就在工所对面 希望他们能够以后 有关咖啡的一些认识或体验 可以的话来我服务处 那我相信一系列的这样子课程下来 雅玲也在地方深耕很多 除了服务基层之外呢 对于咖啡的课程 雅玲也一直在零里开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跟我的市民呢 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杯 如何充泡香醇浓的咖啡 新北市议员周哈林 再度充当小老师 除了示范也将手冲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 虽然只有一堂课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学员们说收获很多 介绍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